新北市土城有一名公车司机跟妻子吵架 久后跑到了21楼的顶楼想要跳楼轻声 失控的举动是吓坏了就读小学的一对儿女 不断的哭喊着爸爸别走 大楼的保全惊觉情况不对 报警同时赶到楼顶去救人 成功阻止这名男子的疯狂行径 画面中大楼保全死命的抱着黄姓男子 即使他激烈挣扎也绝不放手 这一幕看在儿女的眼里 他们全都吓傻了完全不知所措 我就跟小孩说 爸爸赶快回家啦 小孩就跟他爸爸这么讲 据了解这名黄姓公车司机 因为和老婆吵架 结果赌气跑到21层楼高的顶楼 跨坐在围墙上借酒浇愁 没想到突然发酒疯想跳楼轻声 大楼保全发觉不对 马上报警冲上去救人 没想到男子一直想跳 只凭保全一个人差点拦不住他 然后男子事物还在挣扎还想要跳 那我们同仁赶快上去把协助制服 索性成功救下这名男子 但这样的举动已经给小孩做了最坏的示范 警方也通报社会局协助 避免悲剧再次发生 记者陈如群朱光宏新北市报道